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季生晚堂的度眼龙秀 我是你们百物师 依然卓 我是你们的师傅 Simon 那今天就是由Simon师傅来分享什么呢? 房间的风水首先要跟大家说 你们在房间要注意看有没有这三样东西 对吗? 对 这三样东西就是会影响到你们的婚姻 哦 所以就要看有没有在 如果有的话要去把它改掉 我猜 呃 厕所在 床前面 第二呢? 呃 应该是关系静子 对吗? 第三 呃 可能呃 门不可以对于床 哈 这个厕所呢 其实厕所是错哦 但是有关系到厕所的东西 好 第二呢镜子呢 这个你就猜差不多猜对了 嗯 第三呢 这个门对床呢 其实 就像厕所这样有对床 嗯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三样东西 好 其实这个比较多呢就是 呃 现代那种皇帝啊他们最亲密就是他们的这个 房间 房间 对 他们的 quarters 对 OK 在我们的家里呢 房子都是一样的 对 好 那在房间里面呢 你们要注意这三样 如果你们看到有这三样呢 嗯 快点快点把它改掉 对 因为如果没有呢 长期来说你们的婚姻呢 会越来越不顺的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三样东西呢 就是在你们的这个 情绪感情婚姻的这个总部 会搞乱这个阴阳气 嗯 好 好 尤其是你们的这个夫妻关系 对 那第一点呢 就是你们房间啊 嗯 如果有什么 会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 反 反 反射 反射 reflection 反射 对 反射 嗯 不管是 呃 这个碗呢 哦 不管是 亮亮的东西会反射 有些人喜欢放那种 摆件啊 是 银座的啊 或者是铜座的啊 对 或者什么 反正会反射的啊 你看到 会看到你自己的脸啊 对对对 除了镜子 镜子是第一个最反射的东西 对吗 对 不要放在房间 为什么 嗯 为什么 因为这个镜子呢 其实镜子有好 好处来用 跟有坏处来用 对 在房间里面呢 是不好的东西 哦 OK 因为这个反射呢 就会弄到你的这个 混音 就是你的 这个能量了 扩大 扩大也不用紧了 扩大不是好吗 扩大好 但是这个反射 会反射到你们两个 就是代表 越来越多了 哦 哦 哦 对对对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小伯师傅 是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 呃 我记得你跟我讲过就是 呃 如果是店里面要放镜子 可以反射人 的这个人气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 所以这个在房间 如果有反射到你们两个 其实会反射可能变四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所以就会有小王小三的 哦 哦 对吗 所以不管它是镜子也好 摆件也好 只要会反射的东西 看到你的脸 或者你老婆的脸 嗯 在这个东西 把它移掉 这样子如果 呃 没有对着床 没有照到就在边边啊 厕所 没关系 只要是在这个房间 内 就移掉 因为你在这个房间 就是你们的婚姻 情绪感情的总部 嗯 这个反射的东西啦 嗯 怎样都是会影响到的 哦 很多人就是这个镜子 对 那你知道啦 在外国呢 很多这些衣橱 都有大大片的镜子 对 那你也知道外国很多离婚的case 对 对吗 对 就是这样的 这里也是很多啊 衣橱都有镜子 所以就要把它盖掉 哦 怎样盖掉呢 其实你用那个黑镜盖掉也是可以 黑镜 一个布啦 黑色的布啦 没有啊 就像他们的车啊 这个抿黑镜那个 哦 你可以黏黑镜 但是你不要黏那个反射镜 对 这个就是LPPL的动作 费銀 对吗 什么师父讲什么 因为啊 有些人呢 车的镜子呢 他不是放黑镜 他就是要放那种姓 像镜子的镜 就是反射 还是会反射到 所以黏了等于没有黏就对了 如果你们真的真的要省钱 你就黏报纸咯 对吗 或者黏A4纸咯 对 是吧 对 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会反射的东西 是一定会吗 还是久而久之会慢慢影响 还是你一般的话它就会有 其实有些人信 有些人不信 那其实这个信不信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能量阴阳的气氛 阴阳的气 对 所以就算你不信的话 这个气还是重 而且睡觉的话 夫妻睡觉的时候 是晚上时间也是够阴 所以阴的话 你有那个镜子在 如果你早上在房间你还好 对不对 因为早上我们要梳妆台 梳妆打扮要化妆那些 对不对 所以早上我觉得还好 因为是阳气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晚上反射阴气 肯定是阴的效果嘛 对不对 对 是有这样的关系吗 还是两个都一样 其实都有的 都有 哦 其实 因为现在我在讲这个婚姻的啦 对 其实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有在的 就是 我讲一个啦 比如说你睡醒 就是你看到你的这个反射 反射 反射 你会吓到自己 哦对对对对对 他们讲小孩子不可以放镜子这样的起来 而且有时候你睡觉 你的魂他出窍的时候 对 他可能会吓到自己 哦 所以你会有时候做噩梦啊 或者睡觉睡不醒 啊这样子也可以啊 都有了 啊这样子如果 如果意思是讲我现在睡觉 然后我灵魂出窍 然后他在那个房间晃悠 他看到镜子 他自己吓到 然后就变成那个魂不会回来 他就变成噩梦 或者是吓到 一个魂魄不见这样 对 所以为什么呢 有些人用镜子来去 挡那些 硬的东西 因为 这些灵体 啊那个我懂 那个我懂 因为巫师镜子很重要 对对我懂 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镜子 哈 如果你们有梳妆台啊 要化妆 你不要问我 啊这样我在房间要化妆 怎么 在厕所有镜子没关系 对 或者呢 有些人的这个主人房 他有另外一个小房 在主人房里面呢 就是你们的 Walk in Wardrobe 就是可以走进去的 衣橱 然后你在那边放你的 这个化妆的镜子 对 其实你可以在房间化妆 但是就盖起来 那不盖起来 对 就是很像 比如说今天你用用用 因为你孩子啊 一定要照镜子的嘛 一起来就要照镜子 所以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打开 那你不要用手 拿一个布盖起来就好了 对 对 OK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不要有水在房间 不要有水 对 什么水 什么水 喝水的水 你想一下 你觉得是什么水 那个Water Fountain 是吧 那个人家招财用那个水流的 是吗 其中一个 或者是 水机 嗯 嗯 Toilet漏水 不是 我不懂了 你直接讲 好 我讲的水 就是那种鱼缸 啊 有人在房间放鱼缸的吗 有 他们喜欢养鱼 他就放鱼缸在里面 这个房间 有 或者他们喜欢那个 这个水Water Fountain 这个Water Fountain 叫什么 就是那个水池 水池 这个声音他就放在房间 对 反正是大铺的水 就不要放铺 大盆的水 好 就是多很多水 如果你晚上睡觉口客要带一壶水 可以 那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水呢 鱼缸那种会动的 就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会动的 这个就是 代表这个能量在走 因为水通常是代表情绪 对 对吗 然后你再加上里面 如果有鱼啊 什么的啊 这些活动的东西 这个活的东西 对 这个也是会引起到 外面来的 这个 可是有水不是 细水长流吗 你要看放在哪里 啊 因为很多人应该会觉得 要流那个水 就流流流 就是在房间 就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 你的婚姻就是 流流流流流流掉的 啊 对的 没有错 啊 很恐怖 OK 好 你不要看 没有人放鱼干在房间那里有哦 真的假的 他们喜欢看鱼啊 他房间够大 他就放一个 这样你就养鱼 很多养鱼嘛 有一个话题叫做 现在年轻人喜欢养鱼 你懂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就是在他的鱼池里面 他已经有一条鱼了 他还要更多条鱼 就是 代表他很多小山的意思 就是他这里也暧昧一点 那里也暧昧一点 就是小 就是 鱼 养鱼 养鱼 对 所以房间呢 不要让他养雾龟啊 养鱼啊 或者 有水大大盆的 可是那个在采味很好哦 在采味 嗯 好 有两种水 其实有活的水跟死的水 对 那这个另外一集再说 好 好 那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你们的床 床 刚才你说 镜子 所以第一个是镜子 你说对了 对 那第二个你说厕所 其实厕所也是有水 但是不是厕所 是水 对 也是你讲对了 现在第三个你说 门跟床 其实门错了 床是对的 嗯 这个床 所以你要讲 睡觉时候不可以有床吗 不是没有床 是你的床 尽量尽量 如果是 king的 嗯 或者queen的 嗯 就用一个 这个 叫什么 这个matrix 叫什么 一个床单 是床单吗 对啊 是床单 不是不是 一个 就是一片的 就是一片的床垫 啊床垫 对 用一片的床垫 就是一起 大大的黏着的 king 就用king的 对 queen 就用queen的 对 啊 不要用single 不要两个single 放在一起 对 你有king size的 这个 王 size的 王size 王size 王size的床 要拿两个这个single 跌在一起 或者queen的 拿两个single 跌在一起 对 你们去hotel就很多 这样 对 不要 为什么 因为hotel 很多人去那边 就是做那种 你们知道啦 晚上做的事 就是偷偷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特地把床放两个 啊是这样的吗 对 是这样的原因啊 我以为是他们床不过用 不是 是有原因的 所以他们的 酒店的风水 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个很多秘密 很多人不知道的 这是酒店老板才懂吧 酒店老板 酒店老板的风水才懂吧 那他们肯定问 什么师傅怎样懂 什么师傅 为什么师傅有 去看 有懂风水 OK 然后会去看的 然后知道了 哈 所以为什么 因为在酒店呢 很多人 他们是带小三小王 就是去那边 因为在家里 他们不能够 因为老婆老公在家 所以他们就特地在外面 那些放两个 哦是人放两个 还是hotel的人放两个 hotel的人放两个 真是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们的书记 其实是有 蛤 真的吗 我这才知道 不是每一间hotel 不是每一间有些 会有的 你去看的时候 我就懂了 哇很夸张 很夸张 这个 所以意思是讲 在家里不可以这样 在家里不要 不要因为省钱 然后你们两个新格 就要放在一起 放一个king的传单下去 就没有事 其实你们两半呢 就是把你的感情分两半 我们的婚姻分两半 哇 这个很 brainstorming 现在 我现在已经突然间 mind卡住了 所以这三样东西 你们房间里面 这个婚姻的这个总部 就注意好 如果你们要保持 你们的婚姻顺顺利利 长长久久 对吗 对 相亲相爱 对 好 这很夸张 这很夸张 好吗 这我就是第一次听到 哇 然后原来有这样子的事情 哇 我现在啊 对不起 我现在啊 有点卡住一下 我原来 原来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 看了我这个影片 今天可能会卡住 会想 诶 这样我常常去酒店 好像有这样的情况 对啊 因为我也是不懂啊 我就心想 诶 奇怪啊 我们就是买两个人 一起的房间 为什么他的床 就是要两半呢 为什么他 明明 因为他是酒店 他通常他是有一起的 但是为什么他就是 偏偏分两半 很奇怪 很多你们睡在酒店 如果睡king 也 queen 也好啦 你们睡下去 然后突然间觉得 诶 这么中间有一条线的 对 这么两片床 床 床什么 就是床垫 床垫的 这么两片 这个不是king size 这么两个的 但是他的床单开之后 你不知道 对 哇 很夸张 OK 所以今天很interesting 然后我想必 大家应该看着 夫妻们应该都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的话 哦 很卡住 我的脑 OK 这什么事不分享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别忘记 记得帮我们 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什么想要看的风水内容 都可以问Simon师傅 记得在下面留言 还有 不要忘记要follow我们其他平台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的更新 更多学学智慧给大家 不要错过我们任何一个更新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 计算满堂对 然后说完的影片呢 记得 我们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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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